女客 要往剛三的女客 然後往到左營坐火車喔 目前現在 現在沒有 捷運站人員緊急宣導 要民眾到外頭搭公車 因為捷運已經停止 搭兵民眾站在捷運入口面面相去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原來高雄捷運上午九點 因為電力異常 導致捷運營運中斷 搭到是捷運站 然後就不往前開了 叫我們搭乘其他的公車這樣 然後就說乘客請下車 乘客請下車 然後就還是有一些人 沒有下車 然後全部被載回去 原來早上八點多 高雄捷R17試運站到R21都會公園站 發生三軌電力異常 在九點多時進行降級運轉 持續搶修 沒想到後續影響擴大 導致試運站到岡山站的營運全數中斷 後來高雄捷發現各站電力設備無異常 踩軌道步行方式 發現問題出在列車極電靴 有部分三軌固定處脫落 並與列車極電靴有撞擊痕跡 導致列車極電靴斷裂及三軌受損 因而造成部分區斷三軌電力異常 另外高雄捷工事檢修該期間 線上暫停於車站的未載客列車 有八部列車的極電靴有受到影響 據了解捷運每班列車是三車一組 每節車廂都有兩支俗稱極電靴的極電裝置 一台列車就有六支 因為受損才會導致電力異常 受損原因還在進行調查 而高捷除了搶修 也加開多輛公車協助接駁 但這次的故障 也是高捷2008年通車來遇到的最大事故 民視員林樹明 陳沛欣 高雄報導